美好的日子 這張EP 有一個很美好的名字 叫做美好的日子 美好的就是這張EP 我的後面好像廣告看法 沒有好一一介紹 這張EP是去年發完專輯的時候 然後回去部落 這段時間 本來以為回家 回去部落 休息結果很忙 因為每天跟著老人家交際應酬 他們都把很多不如的事情跟我講 好像都是我的責任很煩 基本上有點像香代表在做的事情 愛家愛護跟很多老人家聊天 好 先唱歌好了 聽聽看 聽一下主打歌曲叫 沒有 阿美處理叫 好 叫大文 大家這首歌很美好啊 謝謝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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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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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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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海洋 海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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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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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聽到這張EP的話題 裡面跟我之前的兩張母語專頁很不一樣 我之前做的是用原住民的音唱 就是你剛剛聽到的火哈漾火一樣的結合了電音 應該還有吧 前面有兩張黑色跟白色 是之前的比較跨界的一種結合了一個 算世界音樂嗎 還是算遊行歌曲 其實我不知道怎麼分類 那最好笑的是那時候才剛出 還沒有出版的時候 因為可能大家下載聽不懂 內地大陸就有窄一點 我想說做音樂的怎麼那麼可憐 都還沒有出版 專頁大陸發行的前一個禮拜 內地就可以下載 而且更好玩的是因為他們可能聽不懂 他們把我分類在日韓流行類 實在是太有趣了 那我不知道我這次的EP會不會分類到什麼 我還沒有去觀察一下 不過這次把所有的做音樂的方式又回歸到原來的狀態 我這次的EP是用木吉他 然後原住民的音唱 等於是我們原住民的古典樂 結合了西方的弦樂器 然後西方的古典樂器 兩種不一樣的古典 抽合起來的一種很奇妙的一個作品 對我來講 因為我也不是學古典科班出來的 因為跟那些老師勾動的時候實在是太有趣了 很浪費也很少接觸到原住 我很喜歡講故事 我的表演一個小時大概有40分鐘在講話 所以不太像表演比較像講話 那為什麼要做這張美好的日子的這張EP 去年發完專輯之後 你知道嗎 跟學長拍EP其實很興奮 覺得要抗蕩一下要冷靜一下 我就回去家鄉 本來想說是休息 結果 部落發生很多事情 當然一方面我也對老文家一起的生活很好奇 結果就問部落的長輩說 以前呢原住民的衣服長什麼樣子 因為如果看那個日本時代的那個老照片 我覺得那個衣服啊 衣服 鳳雲季的那個衣服 很特別 跟現代好像不太一樣 老人家說衣服都沒有留下來 我說為什麼 有一個老人家說民國 民國42年的時候 突然發生一次大火 那時候的突然的房子都還是傳統屋 就是木造的 然後茅草屋這樣 全部都被燒完了 所以幾乎沒有什麼衣服留下來 都被燒光了 我提到這個消息其實我也蠻難過的 然後再來老人家講那個什麼 那個時候火災燒完部落的時候 全部的人就是晚上沒有地方睡覺很冷 那個食物骨倉也都被燒掉了 沒有東西可以吃 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一個年代 在那個暈過42年 連我媽媽都還沒吃 可是聽了就很感慨 當然也知道我老人家就很努力 是很多人這樣活下來 撐過那個最辛苦的日子 才剛講完然後我家對面的叔叔 剛好阿嬤去世 他的媽媽去世 一個阿公啦 他的媽媽應該算阿宗 然後去世的時候又整理一些他的東西 就突然翻到了一件 也剩下這麼一塊 一個配件我們講阿如婦 就是我們傳統服飾上的一個配件 中文翻譯成情人袋 聽說戴了就可以轉交情人 他的情人大概是用十字繡繡的 很精緻的 嚇到我 因為他阿公知道我在找這 很傳統的衣服 因為我只講每天講每天講 他找到的時候他第一個找我 他就跟我分享那件事情 他說他的媽媽的那個情人袋留下來 我看到的時候我很感動 然後就問很多老人家說 他有沒有人會做這個 其實大部分的老人家 他有那個回憶 可是已經探討了 那個刺繡的功能系 已經幾乎 不要老人家記得 他們只用口述的這樣 所以我就很不甘心 對 那時候 我不知道我在發瘋了 我有沒有好好寫歌 每天都在做這種事情 然後 我就問老人家說 那有沒有阿姨可以教我 我來把副科出來這樣 然後 有阿姨有阿嬤 他說你要學 因為就是女生的事情 你幹嘛學講 我那時候說 這個沒有做得很可惜 我想學 可是阿嬤的感覺他們心裡很矛盾 因為一方面他們 覺得這個事情應該要交給下一代 對 他們想交 可是我又是男生 他又不好意思交 一次為了打透這個 我告訴他 我說我會捧扣子 後來我又更生氣 我就找了一群年輕人說 我們一群年輕人寫 有男有女人 我們一起寫阿嬤才願意教我們 然後 教的方法也很好笑 就是口床文化 有一種奇妙的特質 我們沒辦法像 有文字的民族說 有條例式的 沒有 阿嬤教阿 完全是用邏輯式 阿就這樣阿 阿這樣阿 阿就這樣 就好了 我根本聽不懂 到底哪樣是哪樣 所以他沒有 沒有辦法調理 你知道他是 教一種邏輯跟概念 就是 口床文化很大的一種特色 如果有信誠 有人類學者的話 你們要了解這些事情 然後去 學 他們的眼睛 阿嬤的眼睛很像有雷射光 一塊布空白的 完全沒有草稿 他就真 就下去 突然就出來了 太神奇了 我覺得阿嬤的眼睛的雷射光 一定要傳承給我們下一代 要不然我們都不會這樣做 他就 你會發覺 他其實是很多的結合圖形 結構起來 那個結合圖形 其實結合圖形 有點像函數 放大縮小 不會變的 所以 原住民就是沒有在刺繡 所以數學很差 所以我就 跟老人家在學的時候 欸好酷喔 難道我們的圖形不會變嗎 因為這個是一種邏輯 才幫我們秀出來的一個圖案 然後 然後也在秀的時候 也發覺 你沒有發現它上面很多正方形嗎 那正方形是每一個家族的圖案 就是你看那個正方形 你就知道是哪一個家的小孩 簡而言之就是家族的QR Code 對不對 所以 很酷啊 又很酷 但是因為現在很多 很少人在秀 所以 那家族的圖案 就慢慢的 被省煉 圖案開始有些變形 就現在的工 可能就不會像以前 這麼細 這個還是最 比較簡單的 然後我就把它復刻出來 做成這 這個圖案大概50公分吧 50公分 就是這樣 做成這次美好的日子的EP的封面 封面那個就是我秀 拍照然後縮小 封底很酷 封底是刺繡的背面 應該沒有看過刺繡的背面 長什麼樣子吧 很多人還以為那是後頭下盒 不是喔 它是真的刺繡的背面 所以很多 很多線頭 這樣 好 怎麼樣 太囉嗦了喔 那 我還要繼續囉嗦 剛剛下一首歌 也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我把它縮短 下一首歌 我要唱的這首歌 在EP裡面的第二首 名字很好玩 叫做西瓜 我一開始也不想要走可愛路線 我還想要走那個文化氣質路線 但是寫這首歌有一個很奇妙的過程 那天剛好我們部落的年輕人都回來 因為我們都在外地工作跟讀書 可是我很喜歡那個年輕人回來 然後一起團聚有沒有 聚會然後分享那種很棒的團結一起分享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氣氛很好 然後也因為很感動這種年輕人的聚會 所以我就寫這首歌 可是那時候還沒有歌的名字 恰巧是那天晚上是我媽媽的生日 我就把年輕人再找來這樣 一起幫我們媽媽過生日 也把這首歌唱給媽媽聽 希望媽媽幫我們取一個很好聽的歌名 然後祝福我們這樣子 我們就唱給媽媽講這件事情 我媽媽聽完之後很瀟灑 好不如意這首歌叫Gazawas 就是西瓜那樣子 其實我們都傻眼了 媽為什麼叫西瓜 西瓜一點都沒有團結分享的感覺 所以她從當下聽到叫西瓜還有我們會在開玩笑 一點都沒有被祝福到的感覺 但疑問之下媽媽講了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她說一個人可以吃掉一顆蘋果 吃掉一粒橘子 但吃不了一顆西瓜 所以西瓜就帶走代表者分享 我媽媽都聽她媽媽講這樣 我們都沒有感覺 可能媽媽那個年代活著的時候 她的生活的印象 她的邏輯思維 就覺得西瓜就是一種分享 不像我們年輕人覺得西瓜是一種清涼刀子 就很俗氣 又完全沒有智慧 媽媽講這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很感慨 因為我們年輕人沒有像媽媽那樣的生活 她也會激勵自己說 以後我們也要多為一些長輩們 希望她們把這樣生活的智慧傳承下來跟人家說 所以我就唱 就決定還是把這首歌叫西瓜 然後阿密斯的名字叫嘎雜瓦斯 分享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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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哟哱 咖哟哟 咖哟哗 咖哟哟哟 咖哟哒 阿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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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你孩語 ETH 你愛你身份 我愛你孩語 你愛你孩語 Oh hi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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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i Thank you